听说在植物国里 有一个非常弱鸡的小豌豆 他连打小鬼僵尸都非常费劲 吓死我了 差点就被小鬼嘎了 但其实我们都被他给骗了 他不仅是一个拥有SSS级实力的豌豆大佬 还同时拥有三套超级无敌酷炫的豌豆战甲 每当夜幕降临 他就会穿上战甲 阻止前来入侵的僵尸 哎 每天装成弱鸡真是太难了 不过为了植物国的和平 我必须这么做 但这件事也让姜王非常不爽 可恶 你们谁有办法可以对付小豌豆 老大 我有一个主意 我知道小豌豆一直暗恋美人鹰 只要我们把美人鹰抓来 小豌豆一定会乖乖投降的 哈哈哈哈 这个主意不错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于是第二天 橄榄球僵尸趁美人鹰不注意 抓走了他 得知此事的小豌豆非常气愤 立马就冲到了僵尸国 臭僵尸 你有本事就来抓我 抓一个女孩子算什么英雄好汉 哈哈哈哈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废话少说 快放了美人鹰 只要你交出你的三套SSS级豌豆战甲 我就放了美人鹰 好 为了美人鹰 我什么都愿意 于是小豌豆拿出了自己的豌豆战甲 而姜王也遵守承诺放了美人鹰 但没有了豌豆战甲的小豌豆 也便回了最弱小的地级植物 从此他就经常被其他小植物欺负 被欺负的小豌豆伤心的来到了河边 没想到我堂堂SSS级豌豆战神 现在竟沦为了一只弱鸡豌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干脆跳下去算了 就在这时 恶魔坚果出现了 小豌豆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那你可以帮我变强吗 可以的 我知道姜王把你那三套豌豆战甲 镇压在了僵尸峡谷 还派了三组僵尸看守 只要击败他们 你又可以重新获得豌豆战甲了 可是我现在这么弱 怎么打得过僵尸呢 没关系 我会帮你的 说完二人来到了僵尸峡谷 小豌豆 第一波你需要击败的 是三只Z科技堡垒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简直就是以卵基石吗 你先别慌 只要屏幕前的小伙伴 现在发送一波冲冲冲 每发送一个冲冲冲 我就可以给你增加66点攻击力 得到小伙伴们帮助的小豌豆 实力果然变强很多 在小豌豆一顿疯狂的输出后 Z科技堡垒被全部击败 接着第二波的暗影骑士军团冲了出来 他们的盔甲太坚硬了 我打不破怎么办呀 没事 这次还可以帮你 只要小伙伴现在长按点赞三秒 我就能升级你的子弹攻击 点赞越多 升级的就越快哦 恶魔坚果给小豌豆传输了火焰之力 现在他的子弹拥有火焰爆炸和穿透力 暗影骑士的盔甲在印 也扛不住火焰的炙烤 最后也是被全部击败 最后冲出来的是 拥有十万血量的深海巨人 现在只要小伙伴们 发送一波电闪雷鸣 就能再次升级 你的子弹攻击 小豌豆的攻击 附加了雷电之力 在雷电的狂风乱炸之下 深海巨人的血量 也在一点一点的减少 最后倒在了小豌豆的面前 闯关成功的小豌豆 又重新拿回了 属于自己的豌豆战甲